第29章 我喊完之后勇气立马用光,难然的无助脸 吴敏君估计也要崩溃了 尿床?你确定你没有搞错? 我娜娜的 应该没有 裤子都湿了 我见他脸色清黑,赶紧解释道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吴敏君说 你,你让我看看 我惊慌 看什么看,虽然 虽然是你的身子 但,但,这也太 吴敏君 快闭嘴 我是说,让我看看裤子 哦 我先叫已经准备了一会儿的公寓 把浴池的热水准备好 自己去洗了个澡 把那条裤子丢给吴敏君 然后害羞而尴尬的去洗澡 我泡在水里泡了很久 一直不大敢起身 最终吴敏君喊我 还不起来 你是死在里面了吗 我才不好意思换上干净的新衣裳 吴敏君正翘着二郎腿 坐在椅子上 脚边丢着那条裤子 窝脸红红的 你要不要也去洗个澡 不是尿床 吴敏君眼神飘忽 忽然说 不是尿床 是什么 我不好意思的说 你别安慰我了 或者说 你别安慰你自己了 他抓狂 真的不是 怎么跟你说 这个就跟你早上醒来 有时候的反应一样 是正常的 只是 这个是那个的进化而已 我没办法说任何话 因为显然这个进化 已经超出我所有所有的正常范围 吴敏君烦躁的喝了口茶道 你昨晚是不是做了梦 是不是 吴敏君看着我 没 没有 我红着脸摇头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说谎就非常明显 说 昨天晚上梦到什么了 我感觉自己的脸现在 完全可以当火炉了 真的没有 算了 我问你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 有梦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我抬起头不可直信道 你 你怎么知道 我才意识到自己轻易就被套出话 赶紧又低下头 吴敏君道 哼 我当然知道 还好你梦到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如果你梦到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 我就 他顿着 半生又到 总之 这是男子的正常反应 你别太担心 不是鸟床 你也太糊涂了 这个也分不清 我辩解 我哪知道 我总不可能自己去仔细看吧 吴敏君笑了笑 忽然神色暧昧问我 到底是梦到了谁和谁 哎呀 一夜之间 云小角就长大了嘛 还云小角 我扭头 干嘛告诉你 不对 我跟你说了 我没做梦 吴敏君当做听不见 我说了话 让我猜猜 该不会是有你自己 吴敏君大笑 哈哈 看你这个表情就知道了 肯定有你 嗯 那另一个男人是谁呢 他摸了摸下巴 难道是吴庸 我立马出声反驳 怎么可能 你又不是没看到上次他 意识到自己又一次暴露 我再次闭嘴 吴敏君挑了挑眉头 不是嘛 那难道是圆狱 我选择沉默 但眼睛默默瞪着他 吴敏君继续道 该不会是太师 吴敏君拍掌 嚣张大笑端起茶杯 慢慢的吹了口气 啊 我知道了 是我 哈哈 哎呀 都怪我 太有魅力 吴敏君还没说完 我已经伸手把茶杯掀翻 针盖泼在他脸上 很烫 吴敏君站起脚来跳 毁容了是你的事 我恨恨的 反正我都嫁给你了 脸上留疤跟收上留疤 也没什么区别 然后气氛非常 害羞的跑走了 第29章下 我一个人离开宫殿 外面比较凉快 又微风不断吹拂 但我的脸上还是烫得吓人 吴敏君实在是太讨厌了 明明知道我在此情此景下 一定害羞的要死 还一个个乱猜 还 还猜太师 我真是欲哭无泪 不过最让人烦闷的是 他最后竟然毫不留情地说 那就是我了 还用那么得意且上扬的语调 我心里砰砰乱跳个不停 随便乱走 终于心里舒服了一点 却发现自己来到了夜池旁边 走到夜池这里 我就想到了被关在这里的吴庸 自他被关进来 已经有七八天了 我隔两日会带点东西来给他吃 并且我嘱咐过 最近夜池不能换水 吴庸消失一室 北昌国的人完全不担心 这让我有点奇怪 而且说真的 根据去宣布说要让吴庸住在宫中仪式的太监说 吴庸的下人和北昌国其他人听到这件事之后 完全没有惊讶和意外 相反 是一副了然 以及高兴的样子 我开始听说 觉得很奇怪 不过吴敏君表示 肯定是因为北地已经和吴庸策划好 要让吴庸进攻勾引我 所以吴庸入住皇宫 他们非但不惊讶 反而欢欣鼓舞 我深深的怀疑起北地及整个北昌国的智商 走到那个大铁块旁 我小心的站在附近 丢了块石头过去 命中率 极高的丢准了那个狐手 然后哗啦一下 大铁块就开了 大铁块一开 里面灯石传来吴庸撕金裂肺的喊声 我往里面丢了一块石头 看来 我枕头真的不错 闲人扔中了吴庸 他长嚎一声 然后闭了嘴 我发现他没什么声音了 害怕吴庸撬辫子 于是小心的走过去 道 吴庸 吴庸还没来得及说话 那个大铁门正好到了时间 哗啦一下和尚了 我只好把自己绑头发的发带给弄下来 牵住铁块上的狐手 往旁边拉了拉 铁块慢慢打开 而且这次应该不会太快和尚 我往下看 发现吴庸点着蜡烛 我眯了眯眼睛 隐隐发现他满脸血 片刻后 吴庸仰起头冲我吐了一口血 不过当然 他吐的血不可能喷出来 一直吐到我 最终那口血的结局 也只是落到他自己的脸上而已 放我出去 吴庸泪奔 我叹了口气 唉 你这又是何苦 吴庸继续哭 放我出去 出去呀 我要出去 我实在于心不忍道 你等一会儿 我来帮你 吴庸立马停住哭泣 不可知心地看着我 真的 我点点头 不过你出来之后 千万快点走 别让吴 别让长仪 别让皇后看到你 我这称呼 转换的一波三折 我用傻傻看着我 最终他担忧地问 喜皇 我要先声明一点 我是不喜欢男人的 我也是不会因此 而去伺候您的 往旁边站了站 我抽走发带 哼 你想太多了 真的 大铁片轰隆隆地关了起来 我摇了摇头 转身离开了 算了 还是等吴敏君来的再说吧 我懒得理他 想到吴敏君 我不禁又开始 不好意思的 好在我昨次又想 终于想到一个 让自己不那么尴尬的办法 就是把负责全部 所有的责任都退给吴敏君 于是我气势汹汹 回到了掌前殿 吴敏君正在对镜贴黄花 不是 我告诉你 我只是做了一个很正常的梦 就是我们在喝酒而已 绝对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所以足见 肯定是你自己的身体不检点 想东想西 吴敏君 你还真是伶牙俐齿 这也能怪到我头上来 他一扶我说了的表情 然后转开话题 不过 你说你梦到我们在喝酒 我结结巴巴道 对 对啊 干嘛 别那么紧张呀 吴敏君不花好意的笑起来 不过我说 真的就是喝酒 对 对啊 不然呢 我紧张的反问 吴敏君摸了摸下巴 没什么 不过 喝酒 也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吧 我脸又变得很烫很烫 你 你少乱说 哪有什么别的事 哈哈哈哈 吴敏君看起来愉悦极了 一甩袖子往门口走去 哈哈 是啊 是没什么 我松了口气 吴敏君推开店门 回头冲我一笑 不过 我记得 上次 我可是对你 哼 吴敏君哈哈大笑 关上房门